练习 Test5 Test5 Finish CtrlV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句话 一句呢 是从键盘接收一个文件夹路径 那么一句是打印出 该文件夹下所有点扎文件 好 我们分析一下 分析 那么从键盘接收一个文件夹路径 好 从键盘接收一个文件夹路径 那么你从键盘去录入的话 你可以有这么几种可能 录入AA 啥也不存在的 不存在 那是一种可能 然后还有什么呢 你录入的是一个文件路径 假如这个A.T.T.T.是存在的 你录入一个文件路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文件夹路径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这么几种可能 首先一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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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的是不存在的 如果录入的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那么给予什么 给予给予提示 如果如果是文件夹路径 然后也给予提示 然后如果是文件夹路径 直接返回 那么前一句话呢 我们就分析出了这些 就说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存在的 那我给予提示 如果你要是一个文件路径 我也给予提示 那么如果是一个文件夹路径 那我就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然后一句话 后一句话我们来分析 获取到了文件夹路径了 那我们就怎么样 是不 第一步 第一步 获取到该文件夹路径下的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来获取到这个路径下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那么获取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干嘛呢 第二步 获取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然后存储在一个file数组中 咱们是不是有这个方法 叫lease the files 数组中 然后存取到它数组中干嘛呢 便利数组 便利数组 然后呢 对对每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做判断 做判断 如果是文件 如果是文件 并且并且后缀是后缀是点渣的 就打印 就打印 那么 如果是文件夹 就要地规调用 地规调用 你要这个文件夹的话 我是不是把你这个文件夹又当做一个文件夹路径啊 然后呢 再把它里面的内容进行怎么样 哎 再重复这几步就可以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分析完之后 那就开始做吧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是从键盘接收一个文件夹路径 那好 那现在咱们就在这 写这方法 获取键盘录入的文件夹路径 首先一 返回之类型 返回之类型 那么既然是一个文件夹路径 所以返回之类型肯定是一个什么 file 对不对 然后第二步 需要参数吗 不需要 有参数 因为我们是键盘录入通过scanner来录路径 对不对 好 那你来写吧 public 然后呢 static 返回的是file 导进来 拿来一个getdir 获取文件夹路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创建键盘录入对象 scanner scanner sc 又等于new一个scanner 拿来一个system.1 system.1 好 创建键盘录入对象 创建键盘录入对象 然后呢 接下来干嘛呀 我们创建键盘录入对象 接下来干嘛 你是不是要不断的去循环录入啊 然后呢 只有正确的我返回 不正确的我就怎么样 我就给你提示嘛 好 那就来一个syso 先提示 在这边先提示一下 请输入一个 请输入一个文件夹路径 好 然后我们来一个无线循环 well true well true 无线循环 然后这里面 我们把键盘录入的结果存储起来 sc 将键盘录入的文件夹路径存储 然后呢 我封装成一个什么 file对象 你有一个file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lne 封装成file对象 封装成file file对象 好 封装成file对象 接下来干嘛呢 我们要对他进行判断了 封装目的不就是为了对他进行判断吗 那么如果dir.existe 要是不存在的话 如果他要是不存在 我们就干嘛呢 我们就提示一下 说您录录的 您录录的文件夹路径不存在 请重新录 好 再来 else if 那么不是这个不存存在 这种过的话 是不是就存在啊 那到这里面 我们不希望要啥呢 不希望要文件 好 那么来一个dir.existe file existe 请重新录入文件夹路径 好 再来一个else 再来个else 然后呢 如果你是存在的 而且不是一个文件路径 那肯定就是一个文件夹路径 所以我们来个return 返回一个 dr 反回dr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拿到文件夹路径了 拿到文件夹路径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再做这个事 file file 然后呢 就等于了 filedir 就等于了 getdir 这是不是就获取到了这个文件夹路径了呀 那获取到文件夹路径 我得把这个路径下的所有点 扎入文件夹路径 所以咱们得怎么样 再做个方法 获取 获取文件夹路径下的所有点扎入文件 一 返回直类型 返回直类型 什么样 void就可以了 二 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是一个什么 你是不是得把文件夹路径给传给他呀 所以是一个file dr 好 来看 public static 然后呢 来个void trent java 达一张文件 然后这里面传个什么 传个file进来 那么这个咱们就一条条粘过来了 刚才这个没给你一条条粘过来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做过一次这个 你自己再自己捋一捋 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应该获取该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n6c 怎么做 来一个file中括号 arr 就等于的是 abarr了 叫subfiles subfiles 等于的是dr.listfiles 那这句话的话 就是将这个路径下的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存储到这个数字里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 干嘛呀 哎 便利这个数组做判断 便利数组for each 然后呢 这个是subfile 然后我对subfile做判断 第三步 如果是文件 并且后对是.java的 就打一 来 判断一下 如果是文件 并且后对是.java的 还得判断一个 并且后对是.java的 subfile 不能啥文件都打印吧 我们要是.java的 对吧 .get name 再点 answer 位置 然后.java 然后呢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就把这个subfile给怎么样 subfile给打印一下 然后呢 再来else else else 我们来 来看哈 如果是文件 并且后对名是.java的 我们对它进行打印 那否则呢 否则咱们就进行地规调用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面 否则 不能直接对它进行地规调用 这里面要做一个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啊 在这里面 我们判断的是 试文件 并且后对名是.java的 然后呢 我们就怎么样了 就对它进行打印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试文件 但是我后对是啊 什么gopg啊 .java 那这些 你是不能用地规调用的 为什么呢 文件 你用地规调用 怎么去调用啊 你看你这里面传了一个文件进来 我获取一个文件下面的 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是不靠谱啊 我们必须要的得是什么 文件夹 所以这里面还得再做个判断 如果 dir.directory 如果是一个文件夹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第一个调用 print java file 把谁传进来 把这个subfile传进来 为什么把subfile传进来呢 因为你这里面 只要满足了 它是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满足 不是dir的 dir 是谁啊 subfile subfile 如果它是个文件夹 那我就把这个文件夹里面内容 再进行一次 地规便利 明白吗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了 在这里面对它进行调用一次 来一个print print java file 让dir传进来 好 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然后呢 这里面说 请输入一个文件夹名字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个 找一个 我们找一个双元课堂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d21传进来 好 control c 复制一下 control v 粘贴 好 大家来看 是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点诈文件都给我获取出来了 这个IO6里面 demo1 demo2 demo一直到demo8 tess1 tess5 ok的吧 把所有点诈文件都获取出来 而我这里面可不是仅仅有点诈文件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呀 不是iPhone 是这个B盘 双元课堂 第21 然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其他文件 而这些其他文件我怎么样 我并没有去获取吧 哎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这个练习 回去练一练啊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